你别看这个会飞的圆球看上去是一个球 其实它是外星人的六具视频通讯装置 它们战舰的飞行速度更是让你无法想象 夸张到甚至比光速还要快上几千倍 而这个强大的外星种族 竟是一种叫勾阿鲁德的寄生虫 地球人类奈以生存的家园 即将面临这种恐怖存在的打击 我们到底该拿什么区域气抗航 星际之门SG1迎来第一季的大结局 杰克逊触碰了一面镜子来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 这个世界的地球被勾阿鲁德毁灭 一组新门地址 很可能是勾阿鲁德的老巢或是军事基地 SG1立即向高层汇报了地球即将面临的危机 高层对SG1进行全方位调查评估 最终否定了杰克逊平行世界的说法 而且还表示他们做的事情毫无价值 新门项目每年都要耗资74亿美金 甚至还因此招惹来了外星文明 高层认为唯一守护地球且正确的方式 就是关闭新门项目将新门彻底埋起来 SG1全体成员却不赞成这样的做法 认为即便是自己不去招惹他们 野心勃勃的勾阿鲁德迟早也会入侵地球 高层却不以为然地表示 如今地球人类科技如此强大 难道还会怕几只小小的虫子不成 要知道胳膊始终扭不过大头 最终高层决定三天后解散整个新门项目 说白了就是不想继续花钱 SG1次小强依旧不甘就此放弃 杰克逊已经在另一个平行世界 见识到了勾阿鲁德的强大和残忍 一旦入侵地球那便是压倒性的屠杀 SG1次小强认为与其坐以待比 还不如前往坐标的星球一探究竟 确认一下那里是否真的是勾阿鲁德的老巢 即便是接受军事审判也在所不惜 次小强穿上夜行服潜入控制室打开了新门 将军立马带领士兵前往新门阻止 等他们赶到新门的时候 次小强刚好已经穿越了新门 随即几人来到一个空旷且昏暗的房间 四周金色的墙面写满了象形文字 众人一番查找发现了几口石棺 提拉克说这是勾阿鲁德的运送箱 等提拉克打开石棺才发现 里面满满都是假法使用的武器 提拉克拿出一个蛇形武器向大家介绍 说这是勾阿鲁德的新研发 虽然比棍棒形武器威力要小许多 但被击中一次就会失去战斗力 被击中两次大部分生物都难以存活 就在众人讨论着武器的时候 突然传来一阵十分诡异的声音 意识到危险的几人准备拨号回到地球 可当他们按下地球坐标后 新门却没有任何反应 不死心的杰克逊又进行了几次尝试 最终得出的结果却如出一辙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的时候 这间屋子的大门突然被人打开 吓得几人急忙躲了起来 只见一队全副武装的假法士兵列队进入了房间 杰克逊却不小心把夜市椅掉在了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 好在假法带着盔甲看不到地面 接着假法来到新门前 然后做了一件让几人看不懂的事 等假法做完这一切之后 便再次排着队离开了房间 杰克逊对这个飞球十分感兴趣 提拉克说这是沟阿鲁德的通讯工具 类似地球上的5G手机或者平板 只不过技术要比地球先进得多 就在假法小队离开的时候 提拉克记住了打开这个房间的开关 既然打不开新门回不到地球 那干脆对这里进行一番探索 走廊时不时都有假法士兵巡逻 他们只能躲在暗处小心前进 很快几人便又摸进了另一个房间 这里还摆着一具治疗伤势的金冠 就在这时卡特发现令人吃惊的一幕 原来他们被传送到了 勾阿鲁德的战舰上 他们之所以无法打开新门 就是因为飞船上的新门坐标在随时变换 这边的几人正在星际旅行 那边地球的将军也在尝试打开新门 准备派SG2前往抓几人回来审判 可当他们输入坐标后 新门却不出意料地没有任何反应 杰克逊和卡特正在研究墙壁上的象形文字 只有欧尼尔在欣赏难得一遇的宇宙风景 突然一个假法闯进来发现了欧尼尔 其他几人见状赶忙躲藏起来 果然这种武器两枪才能彻底消灭对方 然而就在假法倒地之后 提拉克竟然也掏出蛇形武器 朝着假法的尸体再次扣动了扳机 原来被这种武器击中三次 尸体就会被彻底分解 接着几人来到另一个房间探索 结果发现这里全是小型战斗飞船 他们的目的地很有可能是地球 卡特计算过后说他们还有足够的时间 勾阿鲁德的战舰可以跑到光速的十倍 如果他们真的航向地球 至少也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抵达 就在这时突然听到假法集合的命令 为了搞清楚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 不怕死的几人也悄悄跟了不去 无数假法们聚集在新门的房间内 并且把那个金官也抬了过来 似乎想要举行什么重要仪式 紧接着蛇神阿波菲斯就出现在圆球里面 阿波菲斯表示勾阿鲁德的黑暗时代即将结束 他让假法们必须听从他儿子的命令 事成之后他便会前来与大家会合 紧接着金官缓缓开启 里面躺着的人也缓缓站起身来 两父子一唱一鹤甚是开心 欧尼尔等人却在这一刻陷入了呆滞 因为阿波菲斯儿子的宿主 正是阿比多斯星球的好友施卡拉 曾经还一起联手干掉了太阳神拉 杰克逊妻子成了蛇神的王后 而如今施卡拉又成了地位尊贵的太子殿下 也是此次攻击舰队的最高指挥 仪式结束后欧尼尔决定兵分两路 欧尼尔和提拉克去活捉施卡拉 希望能唤醒他体内沉睡的灵魂 杰克逊和卡特则去炸毁那些小型战斗机 欧尼尔两人悄悄潜入了施卡拉的房间 提拉克身先士卒朝守卫发动袭击 欧尼尔负责在暗处打偷袭 两人默契配合迅速干掉了施卡拉身边的假法 施卡拉即便身边没有守卫也不愿束手就起 而且还准备蓄力发动手中的武器 好在提拉克及时从背后偷袭将他拿下 欧尼尔首先关闭了房间的大门 然后一枪彻底摧毁了机关 接着欧尼尔尝试唤醒被控制的施卡拉 对方却表示施卡拉那脆弱的灵魂 早已被他强势压制 并且扬言要将两人献给父亲 欧尼尔当即给了他一个大逼斗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动静 原来是假法正在想办法破灭 情急之下欧尼尔直接给施卡拉来了一枪 当勾阿鲁德受到重创后 施卡拉也得到了短暂的苏醒 就在这时屋外的假法也破门而入 两人被假法团团包围成了俘虏 施卡拉脱身之后便一枪放倒了欧尼尔 就在假法想给欧尼尔致命一击的时候 施卡拉却出手阻拦了他们 原来他是要把两人当礼物送给他父亲 阿波菲斯看到这两个礼物却显得神情紧张 立马询问两人到底带了多少人上了飞船 阿波菲斯下令将两人立即处死 并且要移走提拉克体内的勾阿鲁德 让新宿主看着他痛苦致死 叛徒就必须承受最残忍的死 紧接着祭司拿着一个插状的工具 然后走到提拉克面前准备下手 施卡拉却突然制止了祭司 欧尼尔本以为是施卡拉的灵魂苏醒 施卡拉带着两人来到主驾驶室 借着假法把手放在了一个圆球上 等战舰的速度慢下之后 欧尼尔便发现不可思议的阴影 如今战舰已经穿越了土星团 朝着不远处的地球而去 施卡拉让他看自己家园最后一眼 因为地球所有人类都即将毁灭 从此地球人类再也不会妨碍购阿鲁德 原来这个恶毒的购阿鲁德是想杀人诛心 另一边杰克逊两人来到机库 卡特为了偷懒说那些战机应该加的是汽油 只要炸毁一架就会产生连锁反应 所以他只在一台战机上安装了炸弹 刚安装完炸弹大量假法便涌进了机库 然后打开飞船进入了驾驶舱 显然他们已经进入了备战状态 与此同时 地球的新门基地也发现了异常 根据深太空的雷达爆发显示 两个光面刚穿过土星朝地球而来 具体是什么目前还不确定 但太空总部正在部署哈勃望远近 卡特两人发现队友被抓之后 便朝着走廊丢出一枚烟雾弹 当贾法士兵走进查看的时候 杰克逊和卡特闪身而出 三名贾法在两人火力覆盖之下 转眼便被打成了筛子 两人冲进驾驶室展开的营救 提拉克和欧尼尔也趁机 对身边的守卫展开攻击 就这样四小强里应外合 转眼便将驾驶室的假法消灭干净 但杰克逊却不小心被施卡拉抓住 然后用手掌的武器对着杰克逊发难 欧尼尔却不忍心对施卡拉下手 口中不断喊着让对方停手 没想到对方却根本不理睬他 眼看杰克逊就要被吸成干尸 欧尼尔迫不得已才扣下了扳机 看着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施卡拉 欧尼尔内心充满了愧疚和自责 最终施卡拉含笑而死 欧尼尔本想悲伤一分钟 提拉克却表示他没有时间这么多 只见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窗外看 接着众人也站起身来到窗边观望 没想到短短几个小时 地球就已经近在咫尺 虽然他们控制了其中一艘战舰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不远处还有这一艘 接下来他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第一季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 想看探长解说第二季的老铁门 请在评论区留言